我們剛剛是懶人包的 懶人包到底怎麼建立起來的 因為我怕說如果我直接用安裝的話 會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就先跳過了 如果說你程度比較好的 你想要從頭自己弄一個環境的話 我跟各位講最重要也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 Python的函式庫在哪裡 你把它安裝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環境 這個叫Eclipse 這個環境基本上的話 它可以拿來開發Python 也可以開發Java開發C 其他語言都可以 這些東西的話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 你可以Google一下 記一下那個關鍵字 Python你就打一個Python Python Google一下 第一個其實就是它了 官網這邊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現在是3.74 不過我們現在好像3.72而已 不是最新的 所以如果你要最新的話 請你把這個download下來 而且它分Windows Linus Mac Other 環境很多 所以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這邊就有了 只是說這個就變成你要手動安裝 那我習慣還是安裝在低碟 因為它安裝的時候會有很多沉默路 我通常不會安裝很多沉默 我安裝到低碟比較好找 所以還是酷 我們剛剛那個Python 3732 實際上就是從這邊來的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有關官方的那個相關的說明文件在哪裡 其實它已經在官網上有了 在哪裡 這邊有download在 隔壁就是叫什麼 這個叫Documation 這個就是官方的第一手的說明文件 那3.X的話就是3.7的Docs 就是文件都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坊間的書籍呢 全部都從這邊來的 也有點像這是一手的 其他的書籍都是二手的 OK 或者三手的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手資料的話 那請你可以從這邊看 但通常一手 裡面也比較Library reference有沒有 Library就函事庫 Reference就參考 不過你想說 哇是不是全部英文的 對 英文的 那你如果想要變成中文的話 有沒有辦法 本來沒有 但你可以按右鍵 好像有個什麼Google翻譯吧 或者是說這邊有 其實本來只有法文 日文跟韓文 中文是最近才加的 但是它直加 對 而且它那個有些 就是用的詞 跟我們有點不一樣 但至少是最接近的 OK 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話 你就點下去 馬上變什麼 有沒有 標準庫 庫 庫就還是庫 反正就是一樣的 參考 OK 那你點擊進去之後 還有入門教程 這邊也有 入門教程 還有什麼變化 一般是從這邊開始 然後裡面的話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它完整的說明 都在這裡 OK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有點像 一本說明書 就像說你買了一個什麼 一個家電 它有說 可是你應該不會 從頭到尾把它看完 你應該就 你需要再去翻一下吧 另外就是說你知道 最重要的 比如說冷氣好了 你至少要知道開關吧 跟調溫度吧 那至於那個細部的東西 你可能就是等到需要 都再來查 所以這個作用 不是叫你從頭看到尾 不過如果你是那種認真的人的話 這邊是很好的一個參考資料來源 OK 所以這邊讓大家知道一下 OK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逛一下 那個最重要的 你一手的 有沒有 Download 然後Documentation 對不對 然後呢 另外還有什麼東西呢 其實這裡面的話 你各位可以看到 最上面有個什麼 Pi 這個什麼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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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什麼呢 實際上就是說外掛 外掛實際上在Python裡面就是Package Package 有沒有 所以它是Python的Package Index 那我之前跟各位講 這個外掛你可以點擊進來 然後呢 如果說你要找什麼呢 相關外掛的話 都在這邊 它官方提供給我們的 那目前Release的數量是多少個呢 對 140萬多個外掛 比如說你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像Download那個YouTube 我最近就用那個Download 那個什麼 YouTube的影片的話 有一個Package叫PiTube YouTube的Tube Enter 這邊有一個 PiTube的951有沒有 實際上呢 這個就是可以拿來幫我們Download YouTube的影片 這邊都有敘述 啊 作者在這裡 他也有Email有信箱 你也可以跟他聯繫 OK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他有時候Online 你也可以跟他直接呼叫他 OK 然後程式怎麼寫 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OK 有沒有 你就把網址放進去 然後呢 寫一串 那個串流 然後First的Download 第一個 YouTube影片 就可以Download下 影片的格式 有沒有 等等的把它改一下 其他 甚至你要把整個清單Download下來這邊也有 有沒有 YouCanDownload complete YouTube playlist 有沒有 那底下的話就寫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只要你的外掛 你就可以做很多 140多萬的類似東西 如果你要做影像便利式 你就keyword的記一下 你怎麼想說哪邊可以上 網路上有 要不然就書局有沒有 很多python的書 你其實就關鍵記起來 他用了哪一個package 有沒有 書裡面都有 你就回來找 就有了 書就不用買了 沒有辦法 開開開開玩笑 這樣書就賣不出去 我只是說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我說 我看一下 你用哪一個package 我知道了 可以用 那我就回來 查一下 run一下 結果又可以解決某些問題 提供一個參考 所以這個是未來 這不是說 你們現在公立可能還不然 還不夠 但是未來其實能做多少事情 這麼多 而且跟各位講 這個數字還恐怖增加當中 我前幾天看才139萬個 大概一兩天就增加1萬個 這個再增加下去的話 很可觀 但是目前比較少人 特別針對這部分在做說明 就幫我們整理 所以其實這應該 100多萬個可以再分別類 所以有些可能是垃圾 可能我想八成都垃圾 但是只要有兩成可以用的話 也很可觀 對不對 那答案就在上面 你看 記關鍵字找一下 你會找到那個東西 就可以解決你對於問題了 OK 那我們後面會先把那個語法先怎麼做 然後慢慢再加上就是我怎麼去找到每個package 可以解決我某一個問題 OK 然後用一樣的方法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延伸出去 所以可以學的東西還太多了 所以 假如說你一直鑽進去 說真的 你會發現你的時間根本不夠 每天每天工作在電腦前面 你就永遠有玩不玩的東西了 尤其是年輕人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每天我可以玩到那個睡睡著了 我是睡在鍵盤上面 醒來我臉上都是鍵盤的意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 因為以前電腦太慢了 網路也太慢了 那年代 我記得還要什麼 幾K的 14.4K的那個網路 那慢到一個爆 現在很快 可是其實道理都差不多 你可以把你的精力用在這上面 我跟各位講 你的前途就無可限量 因為他很缺重的人 OK 很熟熱工具的人 第一手資料都在這上面 OK 他還有Job 是不是Job 是工作嗎 對 對 有沒有 他要找工作 甚至你要到國外發展的話 有沒有 OK 無可 所以 第一個就是有關 這個版本 我們是從這邊download 第二個Eclipse 你可以打那個Eclipse OK Eclipse 這個連繞口 OK 這個網站這邊也有 它其實也是一個編輯器 這個老牌的編輯器 主要我們很早以前是拿它來開發什麼 拿它開發手機APP Java C++ PHP JavaScript 都可以 因為剛好我很熟 而且這個環境很好用 另外的話它也是自有軟體 沒有費用問題 所以我就拿它來用 但是它這個環境 它裡面沒有forPython 裡面好像沒有forPython 只有for什麼JavaScript 所以我後來用哪一個 用forJava這個來充速 然後我就download那64bit 特別注意 之前還有32跟64 現在只有64的 我們現在用的是32 是在之前我download 如果你要重做的話也可以 download下來 但是問題是它沒有辦法開發Python怎麼辦 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在這個環境裡面 再裝個什麼 裝個外掛 然後在這下面有 怎麼裝外掛 我這邊有下載 以前是有32位元的 你就直接在哪裡呢 help install new software add一下 把這個網址貼到這四窗裡面 然後把它install 那裝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就會有我們看到那個pydiv的東西 那個等於就是有一點像 Eclipse的外掛 讓我們本來不能開發Python的 也變成可以開發Python 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們要玩的話 這個也許後面 假設程度比較好 或動作比較快的 可以自己玩玩看 跟各位說明一下兩個 第一個就是什麼 Google那個什麼 Python就可以了 Python 第二個就關鍵是Google什麼 Eclipse 這兩個東西 就是我們主要用的自助餐 把它拼湊起來的結果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不管你用32都可以用 所以我那懶人包都通吃 為什麼我保留32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用64的話 假設你的環境是32的window 你就不能用了 如果你是剛買的話 絕對都64了 你也不用去想那麼多 一定都是64位元 所以你就裝64就好了 你也找不到32了 因為 對也是裝64 它一定要是match的 是 那為什麼會不會像你拍那個環境一樣 裝了拍 裝了那個Eclipse之後 在那邊link 放來裡面去link到64 link 可以啊 我可以做那個 你會不會像我那樣 對 我好